黑黑有穩姿 同協 有穩姿 同協 有穩姿 同協 穩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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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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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 就是說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在於 就柯市長去中國18次 那 跟他往來互動的那些醫界的醫生 很多都是被這個國際追棄 認為是活摘器官 都是幾百例的 這些醫生 他們在一起研討 他們在一起吃飯喝酒 酒憨而熱 那我們要問18次 你對 中國 活摘法輪功 氣功的這些事情 你通通不知道嗎 那事實上 葛特曼在書裡面過去寫的 你也 你也曾經認可 那 現在大家 現在包括賴院長在內 大家可以相信你的是什麼 大家願意相信你跟台大醫院 絕對都沒有涉入 活摘器官的事情 這個大家相信啊 大家也相信 你在推動葉克摩 是為了行醫救人 這大家相信啊 但是 你到中國18次 然後呢 每次都領取 葉克摩公司20萬的酬勞 然後跟這些活摘器官的醫生 酒憨而熱 那我要請問你的是 你這18次你都不知道 中國這樣子令人法子無恥的暴行嗎 你都不知道嗎 其實只有關鍵這個問題而已 這是牽涉到 我們普世的價值 人權的維護 以及 醫療的道德的問題 從柯市長 當選以來 一連串中國對台灣打壓的事件 不管是周子瑜 宋雲化 不管是這個我們幾個國家的斷交 不管是李明哲的事件 我都沒有看到柯市長對中國說過半句重話 他都用迂迴閃躲的態度 所以我希望你至少對這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 針對從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以來 中國被國際指責 活摘器官的暴行 你能夠提出嚴厲的譴責 關鍵字我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你必須要講三個領導人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然後嚴厲譴責 中國活摘器官的暴行 如果柯市長 在今天 我的晚會前 他能夠從他的嘴巴 沒有辦法公開向媒體 譴責中國的暴行 那今天我在我的晚會上 公開向他致歉 如果他沒有辦法譴責這樣的暴行 那我們當然要繼續質疑他 繼續追究他 繼續問他 你去了18次 都不知道中國的這些事 你還跟他們在一起吃飯喝酒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